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今天呢 小妙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最近正在玩的MOBA类手游 自由之战 MOBA类游戏最重要的呢 那就是操作了 那么在英雄介绍之前 小妙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自由之战的游戏操作 人物的移动只需要按住左下角的方向就可以了 目标锁定则是轻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攻击键 要是想要切换目标的话 上滑攻击键是可以在敌方英雄之间切换 下滑攻击键则可以在各个小兵与防御塔之间切换 在锁定好目标以后 点击右下角的攻击键就能进行普通攻击了 按住技能图标 则会出现技能摇杆 选择好方向 松开摇杆就可以释放技能了 如果机会不好 想取消技能释放 把手移到摇杆外面就可以了 跟其他的MOBA游戏一样 人物每升一级就可以获得一个技能点 升级后 点击技能旁边的加号就可以升起技能 如果我们想要回城 那就必须在草丛中才可以 多多利用走位以及草丛躲避敌人的攻击 再加上锁定敌人后的智能施法系统 相信加以时日 各位小伙伴们一定会成为大神的 好了 在本期的美女手日记中呢 对自由之战的基础介绍 小苗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那么在之后的节目中呢 小苗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自由之战的游戏攻略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